到过去的航海王又回来了 对 而且不仅对航运股自己的影响 也冲击到整个台北股市 而且最东海的那个男人又压保了 而且他这次压保扬名 人家他厉害了 厉害 好 不过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货柜抢舱 荒狂草再度的出现 上一次是三年前的2021 航海王的时代 第一个现象 现在报价波动太大 正常的话货柜的运价 一个礼拜报价一次 现在缩短 48小时两天报一次 两天就要报一次 对 有人说很快的 疫情期间那时候一天一个价 很快就会到来 现在为什么你知道吗 现在变成本来四五月 欧洲线跟美国线客户签长约 签了长约以后 我应该我的货可以出了去 现在怎么样 现货几掌 很多人插队 用现货来 我给你打个手 用现在的现货 我要来拖印这个货物 那当然船公司就 一定选择现货 现货的价钱好 对 所以第二个现象就是说 现在这个仓位抢不到 很多货揽业者 透露 有很多家航运公司 他们有一个定仓位的 预定的一个机制 现在把它关闭 比如我现在五月多 我货要出去 我是要预定六月的仓位 现在不行 你这个报价系统 我暂时把你关闭 关闭 所以连订都不能订 对 那最快是要六月 才重新的恢复 那是什么意思 就到五月底 这个月 所有的仓位 尤其高价的仓位 全部卖光 所以货出不去了 出不去 所以第三个就是说 有人已经签了长约 说我现在不行 因为美国开始补库存 我现在货一定要出去 所以我们来改签 改签 改签那个约 我愿意加价 那重新来这个货 所以你看光这个三大的 转下就说明 现在海运业的这个情况 老实讲 远超过一起 好 那让海运会出现 运价一日三世 最主要有两根稻草 第一根当然是红海 红海的危机还没有解决 第二根据说是 巴拿马运河现在缺水 对 老实讲 我们知道 苏伊士运河 那苏伊士运河占全球的货柜 大概30% 这最重要的一条运河 但现在你可以看 红海 红海危机 那本来大家讲说 没关系 红海危机 我告诉你 是去年12月开始 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快半年 都没有解除 危机都没有解除 所以大家本来认为说 一下子 一下子 你现在看这张图 我现在绕过红海 我要多绕了8400海里 我花的时间 绕到辉州的好望角 我要增加航程是9到14天 大约两三个礼拜 所以现在停靠在这个海湾的 比如说约旦 停靠那个船 减了65% 这个小国家还好 沙尔地阿博 这个大的国家 减少40% 所以整个运输量 就受了冲击 马世纪说 第二季就我们这一季 亚洲到欧洲的应率 要减少了五分之一 就20% 所以那个船就不够 本来船是供过于求 因为这个以后他要调度 欧洲去欧洲 要多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那你这个船部要调度 连美国这些 开始受到这个影响 就被排挤了 还有一个巴拉玛 你不要看巴拉玛 巴拉玛占全球货柜 大概8% 所以这两条运河 就占了40% 40%的货柜 那现在因为南美洲 要通过巴拉玛运河 巴拉玛运河出现70年来 那个水位最低 巴拉玛运河 大家不要以为 那个运河是用海水 错 那是用河水 但是那个当地的旱灾 70年来最严重 那个水位过低的话 当局就不能让你航行 大家就堵在那个地方 偏偏现在第二季 南美洲古物什么大洞 出口的旺季 就堵了以后 整个印架怎么样 不是欧洲这边有问题 连南美 北美这个地方都出现问题 运价就突然就喷起来 所以运价雪上加霜了 我们刚才特别谈到 红海危机一直没有解除 比大家预期的时程可能更晚 所以假设 从新加坡我们运一个货 运到欧洲 过去走苏伊士运河 是8440海里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 没办法走了 对 整天都变变变变 那现在要绕到好旺角 就要变成 11720 多这么多的路程 那当然第一个油要增加 时间要增加 因为时间要增加9到14天 那么因为要绕路 所以他们的附加废期早就涨了 现在运价也出现了水涨船高 好 所以在新闻当中 特别谈到欧美航线的运价狂飙 一涨涨两成 那平常我们看的 SCFI现在已经冲上了 20个月的新高了 对 这个冲上新高 因为五一假期的话 中国没有开盘 那上个礼拜五 五月十号 就是假期过后 重新的 SCFI的开盘 大家想知道 没想到涨这么多 因为在假期之前 它一个礼拜就涨10% 大家都差不多 结果没想到 上个礼拜五一开起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又涨20% 它涨了18.82% 就跨20% 然后四大长城线 欧洲线 地中海 美西美东 大家看这个数字 大概平均都涨20% 所以全部都创下了 差不多2022年8月 大概这十几个月来的新高 那我们货贵人的景气 环转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 环转 所以等于现在的印价 回到了那个 我们说那个高点 环转的高点那个位置 就回到起跌点 对 那当然这里面 很多的就财报 因为这个是整个 第一届财报确实令人惊艳 那这个是产业的报价 对 我们来看财报 财报 因为财报就直接 就是答案 阳明光光第一季 就比去年整年度 赚了多一倍 将近一倍 所以这一次 所有的机构法人 全部都看走眼 都顾错了 顾阳明 大概就是损益两平 万海亏损减少 但没想到万海先出来 万海你看 他大算的46亿 EPS是1.65 那去年的话 他是亏损 所以你可以看从低点 大家都看错 我想什么股票最标 就是你看错的股票 没想到财报那么好 出来 因为大家手上都没有这个筹码 你看不好的 你怎么会有股票 好 我们刚刚讲的是阳明 你看阳明第一季赚了2块6毛9 那去年一整年是赚1块3毛7 所以我刚刚说 光光第一季 就等于是去年一整年 几乎快要一倍以上 对 那为什么这样 航运公司是这样 他的这个变动成本 除了油价以外 这些变动负运成本都不多 但是运价跨过了以后 他的获利就快速喷花 大概SCFI 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都是1000点 1000点只有长龙海运赚钱 这两间都了解 但第一季平均的SCFI是2000点 全部都赚钱 明天要公布长龙的财报 我们就拭目以待 应该也是一多 那这一季第二季的话 一般意料 因为上个礼拜已经是2300点 大家认为很快就2500点以上 2500点他们在第二季的获利 会比第一季就跳得更快 那剩下就是那个台 因为这边有汇对收益 台币贬值 扣掉那个汇率以后 应该整个EPS都会上来 但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心 第一个担心什么呢 涨太多 我们来看 阳明从低点到现在反弹 已经反弹了52.9% 万海反弹了64.2% 当然如果回想 过去航海王的那段时间 这也是小case了 但是毕竟从去年开始 AI是主流 航运都是配角 那么突然间它变主流 我不知道在短线上 会不会涨太多 这是我第一个担心 第二个担心是 有没有过热 好我们来看 航运的成交比重 已经来到盘面的三成以上 短线有没有过热 好 那这个在2021年 航海王的时候 航运是最多有达到40% 40% 但是现在的景气 当然不会像当年那么好 但是今天来到30% 就很紧张 但是最后的收盘 没有那么高 是降到20%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抓一个 假如我个人认为 好几天都是收盘都是30% 30% 就要小心 就可能要灰的 就真的过热 但是盘中30% 收盘自动又拉回到20% 自动降温的话就安全 那个还会涨 那短信有没有涨太多 不会 不会啊 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听说 杨敏的财报礼拜五盘后公布 礼拜六礼拜天 各个法人机构的研究部 全部都上班 跌破眼镜 全部都要上班 他们工作只有一个 把这些的EPS要调高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货柜三雄 全球的货柜轮 我们有一个标股的基因跟特性 涨的时候 No.1 跌的时候也是低 No.1 你来看一下 上一次我们这个是月K 马斯基最大的波段 在这个COVID-19的时候 涨三倍以上 三倍 那贺博罗的话 涨差不多接近八倍 那中原海控 这个就比较可以参考 它也是八倍 所以合理应该是在八倍左右 八倍是合理 当时合理 但是你看长龙 这是二十倍 阳明三十七倍 万海二十倍 这是过去航海王的经验 但是后来跌下来 你知道阳明跟万海跌多少 从最高点跌八十趴 也是跌第一名 那就是倒回原型 对 没办法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怪的特性 因为我们的航线 欧美占了八十趴 全球最高欧美 但上一次COVID-19的时候 是那个美国塞港 美国线的问题 他也赚 那这一次是红海危机的话 欧洲线 所以可能会有影响 所以你可以看长龙的排名 其实他不是说前三名 他第七名 阳明第九名 万海第十一名 并不是说前几名的 但是他的股性波动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礼拜六礼拜天 所有的研究机构 就在做这件事情 长龙本来市场只有估二十 明天的财报出来 符合疫情应该会调高到三十 阳明本来只估两块 调高到八块 法人也看走眼 对 同同看走眼 万海损益两平会到六块 华航从1.5到两块 辅航四块到六块 然后长龙航空四块到四块半 我们看今天的盘 你看阳明开盘涨停 打开 因为航海王的时代 就当冲比例都很高 所以今天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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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当冲啊冲啊冲啊 锁住 为什么 你来看一下 调高后的EPS来看 今天的收盘价 本一比还不到十倍 所以今天涨最多是这两档 阳明跟虎航 涨幅最后的收盘 这个当然万海也很多 为什么调高后的EPS 它的本一比偏低的 所以你说未来还会持续 除非30%占比太高 否则它的满足点没有到 为什么 用调高后大家可以算一下 它的股价的本一比偏低 那现在法人手上没有 所以尽量的就炸 总之现在买海运股会不会太慢 不会吧 现在不会慢 但是形成共识以后再满就慢 所以来 连涨三根掌停 我们要不要等一等 我想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明天再涨 我要不要追 还是我等他 到底明天再涨的海运股 追还是不追 认为可以追的请举圈 请举牌 好来 用高的台湾人有一票 其他是三票差 一票在中间 来周年给圈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 明天再涨你敢追 他就是下一个强势股 因为如果说你航运不涨的话 航运不涨的话 可能没有东西涨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一点 有台积电 有台积电 等一下要讲台积电 所以就只剩这两组在涨 就台电涨自己的 再来就航运股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明天是没有东西 维系人 可是蔡总 你刚刚不是说 不用担心吗 对 那你又为什么 去插 但是这样 因为这个礼拜 美国会公布 那个PPI跟CPI 是 所以万一他 稍微下降一点的话 短线的那个资金 可能会转到一些电子 利用那个转的时候 航运股跌下来的时候 是买点 可能这个礼拜 可能会在礼拜三 礼拜四 所以礼拜四才公布CPI 那等他公布CPI 礼拜三的PPI就公布了 所以可能这个礼拜 会在某两天 我认为可能是三四左右 甚至提前明天礼拜 电子股那个 那个缓弹的时候 航运股一定会被压 那时候买进 但是因为你涨三只停板 明天礼拜 你再涨停再去追 那可能会被踢 会被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